我当时一心目一看的人把我吓走去 我说这张个大嘴 完了我那个 这身上的衣服撕的特别破络 而且一层一层的 抬出来以后一股特殊的味道 就是呛鼻子 黑龙将挖出不服女尸 关内遍布抓痕异常害人 她究竟是谁 为何会被活埋呢 一个流地惨的叫声 并且伴随着阴风阵阵 很多村里的小孩子 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 可以说 女鬼的传闻 已经到了能知晓而啼哭的地步 在村里的禁地 但随着神村修路 而规划工人便开始动工 就当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时 却突然从土堆里 挖出阴王里一看 赫然间 两具鲜红的棺材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下 工人们都慌了 这怕不是挖到了别人家的子坟 要知道 这可是要遭天谴的 工人们稀稀拉拉跑了大半 但还是有几个胆子大的 动了歪心思 他们分明看到 宏观上有精美的花纹 棺材也严丝合缝 这可能说明 棺材里面有不少值钱的东西 于是 几人便商量着晚上再来一趟 盗取里面的陪葬品 很快 夜色笼罩大地 几人鬼鬼祟祟的再次来到了土堆旁 照着青石墙的大洞 都跳了进去 看着做工精美的棺材 几人眼睛都直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棺材 想去摸宝贝 但在烛光的照射下 一具骇人的人脸 直接吓坏了几人 这是一个恐怖的女性尸骸 悠悠的烛光配合着恐怖的氛围 直接将几人吓得魂飞破散 他们再也顾不得偷宝贝 连滚带爬地就离开了县站热闹 想看看老一辈人口中说的女鬼 究竟长什么样子 可就算大白天人很多 但谁都没有站出来 当这个出头鸟 最后 还是村长将此事上报了考古局 在专家的带领下 工作人员才一马当先 将整座墓室打开 当专家一进去 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 但看到棺材的瞬间 专家就兴奋起来 女士的姿态非常诡异 整体呈现干湿状 但面部表情却非常猙獰 不但嘴巴大张 双腿还呈现支撑状 最离谱的是 女士的双腿中间 竟然还有一大摊褐色的物质 仿佛生前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兽刑 女士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拼命摆将 男性尸骨 这让专家更加摸不着头脑 同一座墓穴 怎么就只有女性成为干尸了呢 此时 村里也有了传言 有村民表示 这女士快 专家就在女士的棺材内地上 发现了很多抓痕 这一幕直接把专家吓了一跳 难不成 女子是被活埋的吗 女性干尸 仿佛遇到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 在将干尸带回研究所后 专家在女尸双腿间 还发现了一摊褐色的物质 为了一探究竟 专家立马对提进行了化验 但得知结果的专家 直接就破口大骂起来 简直是禽兽不如 原来 这摊褐色的物质 竟然是女性的胎盘 这很有可能说明 女子在死前 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究竟是谁 才如此残忍 将一位临产的孕妇 活活闷死在了棺材里 在对女尸进行全身化验后 专家发现 干尸的腹中 有大量的草药残渣 这下 专家终于有了猜测 专家认为 女子生前身体并不好 再加上怀孕 就需要常常喝药 但正是因为如此 女子也在难产的时候 没了声息 家人将其匆匆下葬后 女子却又醒了过来 看着被封死的棺材 女子崩溃了 她不停地抓到这棺材 希望能够逃出 但终究是于事无补 越来越少的氧气 和难产带来的痛苦 最终导致了女子的死亡 而腹中的胎儿 自然也没能出生 这也是为什么 在专家见到干尸的时候 干尸的双腿 会呈现诡异的弯曲了 而之所以女性遗骸 会成为干尸 专家认为 这应该和棺材内的 缺氧环境有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